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啊 山虽然险阻 但是沿途有同伴的谈笑 也就不觉得怎样困难了 以前我总在想 如果就这样走上山顶 也不算难呢 可是突然一条狭窄 曲折的小镜出现了 那个时候你对我说 我的孩子 这里你独自跟我走吧 我害怕了 主啊 但是在我心深处 却带着信心回答你说 主 愿你旨意成就 你握住我的手 我跟着你 走了一条很长很黑暗的道路 除你以外 没有看见别人 主啊 你真温柔 你温暖的手牵着我前进 对我说了许多激励的话 在我耳边 流露你奇妙的爱 我也把我的忧愁和恐惧 一一地告诉你 然后 放心地依偎在你 强壮的手臂里 那个时候 我的脚步加速了 我的欢乐 真是难以言喻 崎岖的山路上 发出了明亮的光辉 主啊 再不久 我们要在天上 遇见许多我们所亲爱 所失去的人们 但是 在不能想象的狂喜 快活地歌唱 亲密地拥抱 这个旅程的回忆里面 有一件事情 最值得我们回忆的 就是 我们在黑暗中 攀登狭窄的绝壁的时候 你 独自 引导我们 我们 赞美你 祷告 奉主耶稣 基督的生命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